好,我們現場邀請到我柯樂的李副總理大哥 大家好 我是COLAR台灣的副總監 我叫李順生 大家可以叫我李神 我們COLAR呢,大概現在已經148年 那COLAR最早是從 德意那邊移民過到美國威斯康辛州 COLAR為什麼會做衛浴呢? 其實因為威斯康辛州很冷 像現在冬天 冬天可能-20度 那你要不要泡澡? 想泡澡呢,以前怎麼泡呢? 那些農夫想泡澡沒辦法 然後我們老闆就說 看到那個馬,在喝水的那個馬槽 他是鑄鐵做的 鑄鐵做他想說 那我回去把它加個糖質粉 把它做表面處理 加上後面做防鏽 加了四根腳 就發明了人類的第一顆鑄鐵浴缸 大家以前認為COLAR就是一個很老的公司 可是我剛才講COLAR是一個很創新發展 像我們在2017年呢 在美國的CES電子展 正式發表了全人類第一顆 IoT物聯網的衛浴系統 今天大家在談5G 在談人工智慧 在談大數據 Big Data 可是COLAR在2017年就發展了 IoT的產品 過去呢,我們做了很多工藝的活動 在2035年我們要做到零碳足跡 為這個社會多盡一份力量 好,謝謝 謝謝COLAR的禮部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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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